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熊熊哥 今天非常高興我們新北大叔 非常優質的LINE的社團 有兩位貴賓來這邊探班 首先為您介紹的就是我們大叔撞球的創辦人 也就是我們的團長我們的哨忠 那旁邊這位這個外號叫霹靈貓的貓叔 好那我知道我們這個大叔撞球 最近這段時間在我們大臺北地區 是非常夯非常優質的社團 那首先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團長 哨忠第一個為什麼叫做大叔撞球 然後第二個我們大叔撞球的創立的宗旨 還有他的精神或者是他有些規定有哪些 來掌聲歡迎我們的哨忠 大家好我是新北阿忠 我們大叔撞球主要成立的是 要讓所有曾經對撞球有熱情的 那些又經過一段時間又沒有辦法打球的人 我們從此那種打球的熱情 然後我們主要的這個社團主要是讓大家能夠一起歡樂的打球 而並不是為了大家在這邊打網子類似之類的 我們主要就是共同歡樂為宗旨 對 因為其實我們打撞球來講有人喜歡稍微打過網子 那我們大叔可能基本上就是以球為會有 對 以球為會有 那大叔為什麼叫大叔呢 因為其實就是我們平均年齡比較高一點 那我知道好像有一兩位是低於30歲 大部分都是三四十歲左右的 就是我們所說的大叔 當然這是一個名稱我們歡迎所有的年齡加入我們 然後我知道好像是一開始是以新北為主 那現在有限定嗎 其實台北市也可以嗎 對 當然我們都不限定 我們還有甚至還有新竹有高雄的朋友看到我們這一群 覺得說我們裡面蠻熱絡的想加入我們裡面來看看 我們當然也歡迎 是 那我知道一開始兩三個月以前認識的時候 好像不到一百個人 現在多少人 現在一百六十人 哇 真幾天才七百四十幾個 現在已經百六個 哦 表示說我們少中真的是領導有方 然後大家的這個向心力又很強 所以我們大叔這個這麼優質的社團 現在哇 那以後可能要分好幾個部門 人越來越多的話 我知道這個線路好像最多五百人 到時候突破五百的話可能要變成分部了 感謝大家 那我們希望這個大叔這個撞球 能夠蓬勃發展 好 那今天好像貓叔來不是站在這邊陪榜的 好像還有一個任務是不是 好像要打撞檢 撞檢 全民撞檢 好 那我們就請 請貓叔 貓叔打五局 一局最多是一百分 二十分嘛 五局是一百分 那 邵宗你對貓叔的這個實力 你認為他五局可以打幾分 我覺得貓叔 應該 滿分沒問題 滿分 這有更多人說真的 我覺得 那是內心期望 攝影機前面我是很緊張 我覺得就算是攝影機外面要打百分也很難 那我們這樣講 剛好五局是一百分 我覺得貓叔我們定六十分看能不能拚 那剛好這段時間如果可以方便的話 我們大叔集團也歡迎大叔撞球 我們的社團裡面的一些朋友 可以來測試看看 然後以你們的標準來定一些級數 基本上我們之前有提到大概分五級 那看大概是什麼分數以上是什麼級的 好 那大叔你是第一位 那你就試一下看看 好 我們來看貓叔的開球 那這個全民撞檢 他剛好是三種球的綜合 等於是八號球的開球 八號球有四五顆 然後前面十顆是佛亭碗 後面五顆是那一波 第一顆扣一分自由球嗎 對 第一顆扣一分自由球 所以貓叔剛剛想要 像我們的邵宗雄講的一百分 可能沒有機會了 不過九十九分也很厲害 是是是 九十九分也是不簡單 對 自由球可以擺 所以你要看哪邊 要不要先比較複雜的地方 先把它帶開 可能有集團球的部分 我想把14號先解決掉 其實全民撞檢能夠九十分以上 我覺得覺得一定是很不簡單 前面十顆球 是14號 所以要趕快做帶開的動作 所以是趁著前面十顆在打的時候 就盡量把集團球 CD 想辦法把它解開 對 沒錯 其實全民撞檢 是在十幾年前 我們那時候 裝球總會設計 就是讓所謂的升學 的這個學生 選手 數學考試用的 升高中跟升大學 一直到現在都還很好用 對 我覺得很好用 而且他來剛好可以做一個 測試的一個分數 一個量化 可以來做一個統計 那 喬中兄 你私底下有自己練過嗎 老實說 有 有 练过几次 练过大概四五次吧 但成绩是不理想 您说的四五次是一次 是四五盘还是说一次好几盘 练四五次 一次大概打个两三盘 那应该有青台 你的实力我知道应该有青台 运气好的时候 太客气了 猫叔打完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我是个紧张大师 现在剩下八颗球要注意了 这个角度没有看好 那其实刚刚带开心算带得不错了 好那我们进入第二局 这局我们看桌面上剩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所以这局是七分 我们看猫叔这个开球 看开得怎么样 母球洗带也扣一分 那当然也是洗带之后自由球 那也可以一开始就自由球 那这一个全民壮检 以前我们也是在 在所谓的数课考试的时候 在升高中还有升大学 拿来用还不错 因为它融合了这个 开球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很多次了 然后柏廷万的持球那一波 那邵宗兄您这次实底下应该也有试过 有有有 当然这个信 一定要先试一下 那一定有满分过 满分你觉得满分好不好打 其实看是很简单的 但真的是 打起来是真的是很难 因为它不只是 各种感法观念都要很仔细 你才有办法真的把它吃完 尤其剩下六七颗球七八颗球就要为后面五颗球布局了 对对对对 那要更细腻 那那个我们大叔我印象中是一年多 那实际上你有印象吗 我们大叔壮球 新北大叔壮球創意到现在多久 大叔壮球大概成立到现在前后大概是一年半左右 差不多一年半 那一开始你一定是有几位同好社好朋友 有当然有 让你酝酿这个想要成立这个社团的想法 那一开始的时候应该只有几个人吧 后头我们刚成立的时候 总共人数只有九位 各位说 现在已经是破百 而且到一百六十位 对对对对 今天为止刚好一百六 真的很好 佩服佩服 而且我知道这个大叔的这个社团 因为有很多的壮球 他是比如说以大大迷你网织 或者是追究氛围为主 那我们大叔社团好像我们的宗旨 比较所谓的乙球会友 对对对对 我们是有一个类似炮钻引玉的感觉 希望让更多的喜欢打球的朋友一起出来打球 但我们不反对你去小追追 那是个人 但是我们是就是希望能够更多人参与折向运动 简单的讲就是说你想要打球 对 所以说 我熊哥特别强调一下 我以前也是打枉子追分 这个是非常我个人认为OK的 那每个团体他的性质不一样 那我们大叔撞球 就是纯粹以球会友为主 对对对对 就是让你在想打球的时候 找不到个咖 然后纯粹想就是享受一下打球的乐趣 是 这时候随时上来我们社群找个人 多人让你找得到 现在一百六十个人很容易找 对对对对 好现在剩下八颗球 他要小心了 其实有不少的朋友跟这个猫叔还有跟铃鱼一样 一开始觉得这个好像感觉不是难度很高 后来试了之后才发现有他难度在 对没错 你亲身体会之后才会发现 诶这真的是需要细腻的很多想法干法 并不是看了就打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尤其现在我们看桌面上剩下七颗了 猫叔要剩两颗之后就要到顺序了 好现在应该是剩下六颗了 所以他就要开始看了 他看起来应该是应该讲说 进入九号球的规则的时候应该是一号球 对 十二号打一号打一号 这角度稍微看起来是不理想 一号打完要打八号吗 对八号 十号 十一十五 我觉得 猫叔看看 好我们先看一号球打进 敲了一下 那 那没办法 那看解球了 看能不能解 解进八号 或者是打进其他球 因为现在就是那一波的规则 你解到八号 进其他球也算得分 那只能用力打机会大 好有解到有没有进 結果母球洗袋 母球洗袋的话要扣一分 所以是前面十分再加上两分 就十二分再扣一分 十一分 所以我们的第二局是十一分 好我们来看第三局 好我们看猫叔第三局 他刚刚自己有做一个简单的检讨反省 看第三局能不能解释 这个球型开得很松 看起来还不错 邵宗你觉得这个球型分散的蛮刚好 也没什么CD 对对 应该蛮好吃的 我第一颗好像架竿不舒服 要不要只有球 只有球 扣一分 其实99分也是很高分 但是他现在没办法就是 所以请教一下熊哥 最后那五颗的部分 就像是打九号球一样 那我如果像刚刚那个八号球 Kiss进其他球也算 也是算 不管你是有心的无意的 就像我们九号球 打那一部一五碰一样 继续打 意思一样 了解了解 刚刚第一局第二局完的时候 我说他紧张 我感受得到 因为他出干 感觉延伸不够Smooth 就是有点紧张 其实现场只有我们三个人 但是他不要去想到说 我们会到时候剪辑播出 是 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那我 不是也要去博士波那斯諾克吗 对 那选手 现场没有观众的时候 那些斯諾克高手 有的也会紧张 他们觉得即使现场没有观众 但是 就是 镜头后面很多人在看 都是想到这才紧张 那个是无形的 无形的压力 对无形的压力 对无形的压力 而且我知道我们这个大叔撞球 好像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对对对 这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是 各行各业的人 我们甚至包含 不包括球 打球 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 甚至可以互相的帮忙 对 像我们求生之前 冷气有点问题 还特别麻烦大叔里面的小杨 是 介绍他的师傅来做 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 不错的 不错的一个平台 一个交友平台 但是我们这个交友平台 是以求会友 而且 大家都是所谓的 应该讲说 都是对撞球热爱的 对对对 没错 那我知道最近好像大家 已经开始关注到 大台北继续关注到 我们大叔撞球 已经好几个球馆 都要 已经开始在 给你们提出邀请的 邀请函乐 希望你们有活动 可以考虑他们 对对对 我们希望能够 让更多人能够一起参与 这个打球的那种快乐 对 因为 其实我是从去年疫情封管之后 我深深的体会到 撞球 真的是 本来我很爱撞球 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但是我封管之后 我体会更深 尤其又加上自己年龄 慢慢增长的时候 我觉得撞球 确实太适合我们去从事了 对 他现在要注意了 剩下六颗 对 所以这样做 力量够不够 还不错 还不错 现在二座三 第一局 不到十分 第二局 十一分 我们看第三局 手硬了 没有拉动 对 对 那不过我们到时候 我们在做全民撞检的时候 不管是 特别是撞球协会 或者是中华民国中华总会 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我们会 可能打九局或十局 好 然后取最好的五局 来做平定的分数 不要准备 好球 哇 掌声一下 飘飘飘飘飘 好球 好球 哇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这球三颗星 刚好六号 对 没问题 要做十号 十号 两条路 看它走哪一条路 稍微旋转值少了一点 那现在只有看它的拉杆 不错 不错很好 最好一颗球 稳住 我们的猫树 青苔 掌声鼓勵 好 非常不错 好 这个 渐入佳境 第一局 这个第一局是不到十分 第二局 十一分 第三局 青苔 好 我们马上来看第四局 好 进入第四局 少总 刚刚猫树 三号球灌球 灌得很漂亮 对 刚好灌回来 又能顺利的做到流 好球 好 这次冲的 其实我 我个人 因为以前我们 出道的时候 那时候是141比较盛行 那以我个人看法 像这个球型 以打141来讲的话 这个球型是蛮刚好 蛮好打的 这是我个人 我个人看法 那如果说以打A ball 来讲的话 刚刚猫树的前一两局 那个球型 A ball是蛮刚好打的 比较适合 对 因为141我们都是打半台球 那您的球铃多久了 我从大概是国中三年级开始接触撞球 那您跟猫树 应该都是以前都是我们 未来之中的忠实观者 忠实忠实 一定要时间到了 一定要赶快回家看一下 就算来不及也是要看中国 那我想您也跟大家都一样知道了 就是前几天我们的撞球 我们的世界冠军 人面杀手张富邦 他是当选为我们下一任的新的全国总会的会长 那当然我们除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川会长 土先生还有很多历任的会长 我们现在等于是全球第一位 世界冠军当会长 目标当然就是看能不能重回以前直撞的那种 荣耀那种那种所谓的龙井 当然难度是有点高 但是我们会努力 一定的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对 那当然也更需要像邵宗 我们的团长 所handle的这种这么优质的这种团体来支持我们 一定一定的 我们只是刚好搭上一台车而已 太客气了 真的 像我知道这个猫叔是算是木工的师傅 可以这么说吗 是个做系统柜的师傅 是做系统柜 对 所以我们等于是大叔这个撞球 刚刚有提到各行各业 融合了各行各业的一个小型的社会 等于一个社会的小缩影 但是共同爱好就是爱打撞球 不只让你是找得到球友 对 在各种工作上甚至有需要帮忙都可以互相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 几颗 其实我觉得这个撞节蛮有意思的 尤其你剩下几颗球 它不像那一波 那一波的话我们知道就是 反正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不对 那你这个你剩下七颗球六颗球 你倒数第七跟第六颗球 尤其是第六颗球 你决定打哪一颗的时候 你变成要照顺序打的倒数第五颗球 就可能有变化了 对对对 假如你打六号 你如果像桌面上你打一号的话 倒数照顺序的变成三号 对 不一样 整个就不同了 好现在是已经进入我们的倒数五颗球 所以是一神四七十二 我觉得这一局 关键大概就是带回了三座四 这个球以我个人来讲的话 这个一座三就是可能 他这个盾拉打的话 这个难度不高 就看我们猛输怎么打的 他好像要推杆 推杆走两颗心 碰面器 阿姨 你回过吗 底带可以吗 底带可能还能 中带不行的话打底带 中带可能要一个小曲球 但是我觉得这个球 其实可以尝试打底带 专心打底带 某球走横台 然后四号球坐右下角 你这个球要进中带 后杆要抬高 其实猫输这个球可以考虑打 左上角底带某球走横台 也可以 所以有时候在测试的时候 即使我们今天是有点表演性质 但是还是会紧张 对不对 好猫输我们所以第四局 第四盘得了12分 好那我们来看猫输的第五盘 好我们来看猫输最后一局 刚刚前面四局我们算的分数是50分 50分 所以邵中我再想一想 这个60分要所谓的及格 好像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 如果说我们五局满分是100分的话 除以5 刚好20分为一个level 分五级的话 对对对 好猫输这个喜带 所以是扣1分 那如果青台的话就可以69分 其实69分已经算很高了 不错的分数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以球友 不是所谓的常常比赛所谓的选手 我觉得可以超过50分 我就觉得是不错了真的 如果说有401的底子的话 对 打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对比较有那种做球啊 那种观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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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冒数等于是表演示范性质 是 是 这个 改天可以来这个 这个 来这个所谓的 壮检的教学 也可以 可以 就是我们请 我们大叔这个社 大叔壮球里面的一些朋友 大家可以 几位来试试看 对没错 来测试一下 这个分数 大概怎么抓怎么定 如果说 以刚刚的 算法的话 就 20分 我一级的话 A级 那 80分以上就是所谓的A级 A级 那你自己 认为你打我局 你的信心 分数在哪里 我的信心分数 大概是在 50分左右 50分 差不多50分左右 如果你不要太紧张的话 是 不过有时候看人家打的时候 你这个球为什么这样打 但是有时候自己下去的时候 也会紧张 紧张 脑袋一片空白 对 要下什么干爬都忘了 对 好 八颗球 这次有机会清台 对 球型看起来还可以 对 好假设他都不碰这个一号球 待会就要 第六颗球做一号球要做好 好 他这个 这就是 他这个就是手 松掉了 没有用加干器 或者是没有用延长器 对 还不错 好一号 再来做九号 不够力 不过还好啦 是没有背娃娃 但是角度还是有点大 对 角度大了点 哇 结果12分 换句话说是62分 好我们 猫输 总共 结果是打了 五局里面是62分 来讲一下心得吧 因为在熊哥直播室 然后有点紧张 其实还蛮紧张的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第一次在镜头前面打球真的是 第一次真的还蛮紧张的 对啊 希望就是以后 多多培养说在镜头上面打球 镜头在那边 太紧张了 就是镜头上打球训练一下 就是抗压能力 不然每次在镜头面前打球 就是会市场这样 对啊 那刚刚你在打的时候 我跟我们的这个团长 这个邵中有聊了很多 那刚刚是邵中有特别提到 我们的这个大树壮球的一个精神 还有一个 那你觉得你加入 第一个你先请教一下 你加入大树壮球多久 大约加入一年多吧 一年多 算是很早期加入 算是很早期加入 那你加入你觉得有什么感觉吗 就是说变成你打你打撞球 在这个团体你感觉有什么心得 或者说你觉得 特别快乐的地方 是什么 因为就是以前在学生的时候 高中大学啊 都有一直在撞球 可是当王兵退伍之后 就是都因为大家 就是我这个年纪的 大家都有家庭有小孩 变成说工作 对 所以没有时间就是来打球这样 就是藉由这个群组 我认识了很多爱打球的朋友 对应该讲哨中还有猫书 我发现到一点 就是说 我就是刚刚猫书有讲到一点 就是说 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十几岁 那时候大家比较没有所谓工作 或家庭的时候 对 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大家都是一起所有的球友 等到各自长 就是说年纪增长 你要工作或家庭 你变成那些球 你没办法聚在心 然后我们打树撞球 刚好提供这个平台 大家就是可以在里面找到 很容易找到球友 对 主要是因为很难找 很多像我现在打球 最近这 我们讲这二三十年 不要讲最近 主要的最近是二三十年 以前的球友都没有了 对 那所以有这个团体 是非常棒的一个平台 那来团长 你的团圆今天幸好还有60分 你对他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表现的其实算是还不错 但是可能就像猫叔说的 紧张吧 可能有一些球 比较不会去想的那么仔细 但是我想这个 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撞检项目 一个测试的项目 而且他很公平 你自己摆自己打 对 没错 那所以今天的测试算 成功 那下次目标呢 目标就是 大约70分吧 慢慢进步 一开始在一两个月前的时候 他说这个90分很近 现在很近 好 那我们就猫叔你就 几个礼拜后 我们再来测试看看 好OK 我知道 但是希望我们的 我们很 这个很很 很腼腆的我们的团长 下次再试试看 好 团长就起码80分起跳 心里的分数 好 那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这个大叔撞球 我们的创 应该讲说我们的创 创办人 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长 我们的少宗 跟我们的猫叔 霹靂猫 特别来到我们熊哥撞球之后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熊哥 谢谢熊哥 那我们也预祝我们的大叔撞球 这个应该讲说 更加成长 更加成长 然后成为我们 不只是大台北 甚至我们台湾 很重要的 我们讲说 除了我们是撞球总会以外 还有各地方的委员会以外 也是一个非常有利 我们所说的民间的撞球的团体 我们撞球要蓬勃发展 除了所谓的总会协会 各地方的委员会以外 也需要这种所谓的这么优质的 民间的撞球团体 来给我们大力的支持 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支持 谢谢熊哥 谢谢 谢谢我们的邵宗宣 好 我们就熊哥撞球教室 今天成功 成功 怎么样 要讲什么 看你有沒有在看 我最后都会讲什么 保重平安 平安保重 OK 拜拜 好 感谢 谢谢熊哥 谢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 点赞 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